纽泽西州长克里斯蒂将主演《玩咖日记》第二季 美国热门影集《玩咖日记》即将播出第二季《Fort Lee塞车日记》 但这回的全新卡式阵容包括了 纽泽西州长克里斯蒂 他的下属辣妹Brigid Ann 猛男David Wildstein 还有型男Bill Barroni 新一季的剧情从《Fort Lee》的市长拒绝支持克里斯蒂而使他踢到铁板展开 因此克里斯蒂找来他的辣妹猛男和型男下属帮他在《Fort Lee》刻意制造严重的交通堵塞 在型男和猛男封锁的两道通往乔治华盛顿大桥的路后 他们把《Fort Lee》变成一个巨大无比的停车场 造成交通整整瘫痪的四天 严重影响了紧急救援和学童通行 这一季最后克里斯蒂否认和交通阻测事件有任何关系 甚至把责任全都推给他的下属 也同时毁了自己入主白宫的美梦 如今只好沦落与多伦多市长福特一起住在海边 你说我完成了一位 就算了一位 你也十分类优优优独播剧场 有什么 这写托独播剧场 你也要不要觉得 你来说